机器人大对战开始 小朋友在补习班里 大玩机器人大战 大伙玩得不亦乐乎 又或是校外教学 到公园玩扯鈴 老师和小朋友玩在一块 或许也是因为 这样的和谐气氛 让一名黄姓离职老师 念念不忘 就算离职了 但在儿童节前线 还是带着十多封亲笔血的信 想要亲手送给小朋友 却被拒于门外 她的女朋友就是 就进来只问我说 为什么你不让她亲手交给她 就是我们没有吵架 我只是说 那请你们两个先离开 然后如果再继续这样的话 我就请警察来请你们离开 然后他们就 结果那女生说 那你去找学长 补习班负责人 还原整个过程 强调这名男老师 3月29号凌晨 用LINE发讯息 说要离职 就没来上班 当天却又突然出现 担心两个人赖着不走 影响教学事小 就怕会影响学生安全 因此报警 但是警方到场后 似乎越协调越糟 远警向两人劝说 不要赖着不走 身为老师不觉得丢脸吗 还说还好自己没有小孩 不然还要担心 以后会变成他们这样 此番言论引发 黄信老师不满 但远警还呛说 不然我们来录影啊 做事打开胸前的秘露器 也让黄信男老师 气得投诉到警局 警方坦言 远警执行技巧还可以加强 愿意对民众觉得不愉快的地方 表达歉意 但身为补教老师 没能好好沟通 反倒惊动远警 恐怕也成为不良示范 记者嘉明 陈家豪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